這件路上騎士要橫越馬路到對象 但下一刻另一輛雙載機車 一面而來兩輛車對撞 不管騎士還是乘客通通倒地 而被撞的六十六歲田姓男子昏迷 趕緊送醫 而仔細看他們還通通沒戴安全帽 發生車禍是在屏東小溜球上山路 但這已經是這禮拜小溜球的第二期 對撞車禍 六十九號甚至是一起死亡車禍 十八歲遊客騎著豬萊的機車載著女友 和八十五歲當地老公對撞兩人死亡 也讓小溜球交通引發關注 警方舉起牌子在遊客最多的碼頭區 提醒要戴安全帽 因為小溜球拚關光 遊客在島上交通工具就是機車 但環顧小溜球最熱鬧的區域 街道上除了招牌霓紅燈 根本看不到任何一根紅綠燈 遊客和當地民眾更是都不戴安全帽 當然會啊 安全很重要 對啊 因為我們自己基本上 我們自己也會戴 因為這都是安全問題 那在台灣那邊當然有戴安全帽 來小溜球一定也要戴安全帽 警方隨手一籃就是雙載不戴帽 小溜球車禍今年到六月八十八件 六月九號死亡車禍是第一件 警方從六十二號開始執法 取締了六十七件未戴安全帽 九件無罩駕駛等等 整整四天就有七十八件違規 小溜球車禍頻繁也凸顯出當地交通問題 閃營新聞 主持人的下映屏東採訪不到